好 再来第三题 你看到这种题目 1-2加3-4加5-6 一直到最后是加49-50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有规律 叫做1加1-1加1-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两个画个底线 两两画底线 两两画底线 那1-2多少 负1嘛 对不对 3-4也叫做负1 5-6当然也叫做负1 所以一直到后面都是49-50 也叫做负1 好 那所以到底有几个负1呢 我们来看一下 1-50有50个数 那两个为一组 两个为一组 50个数两两一组 所以思考一下 总共有25组 所以负1乘以25组 那当然就是负的25 好 第三题很简单 再来第四题 甲1比三个数均为整数 那甲比负7还小3 所以甲就比 甲就是等于负7 然后再少了3 这个叫负10 那 1减负3 1减负3 减负是不是就加 就是1 加上3 加上3 等于负的12 所以1等于负12 加3丢过去叫减3 所以等于负的15 再来 最后一个 负9减饼 好 老师先照抄一下 负9减掉饼 会等于我的负17 那我们把负9丢过去 叫做负饼 等于负17 减9 那就是加9 抱歉 减9丢过去 就是加9 所以得到的答案 叫做负的8 OK 前面练习过了 那负饼等于负8 饼 当然就等于8 好 1 2 3 记得你也要标示1 2 3 老师刚刚忘记 一开始就标 抱歉 所以负10 今天要求的是加 加上 乙 加上饼 所以答案就是负10 要去加负15 就是减15 那再加上8 所以就等于负的25 加8 所以先算一下 负多相减 负的17 好 这个是第 这个是第四题